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在自家庭院可以仰望大佛的现代风格别墅 大家好我是米蕾 今天参观的这套别墅呢自然景观非常好近距离的被大山环抱 同时呢距离主路只有三分钟的路程 这套别墅呢占地780平方 使用面积呢580平方 两层六个卧室 各位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呢我们在别墅的门前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别墅门前的自然环境 先说一下它门前的这条道路特别特别的宽 从这条路到主路只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这个门前面呢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美 抬头就可以看到普迪大佛 然后这个房子呢它特别有艺术感 我们从它的外墙就可以看到 是全部手绘来装饰的自家的墙面 同时它的颜色配色也非常的经典 黑白配色 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电动物库车库的一个大门 整个房子呢是两层再来补充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从门的这个把手的这种像艺术品一样可以看出来 整个房子的设计呢极具艺术感 现在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楼梯呢上楼进到别墅内部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这个别墅呢它的占地还是比较大的有前庭有后院 我们现在进来的前面这个小花园部分也非常的美 还有一个观景的一个露台 在这个房子里我觉得它最大最大的亮点就是 真的是整个茶龙区自然环境最美的一处地方 最近距离的被这个群山环绕 整个房子周围没有其他的只有美景 只有山景 然后这里我们看这个小花园后面的这两间呢 是这个房子的两间客房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整个别墅它是自建房 它是一个工业风落的风格的简简单单的框架 这种黑色的这种塑缸的钢筋这种框架 然后呢它的优点是外观平平无奇 进来以后你会发现每一间房子设计各有特色 那这个呢咱们进来的这第一间呢是这种比较小的 单人房间的一个小客房 但是这里放假了上下两张床 然后房间虽然小 但是呢设计感一点也不差 颜色的这个搭配 还有这些卫生间的配置 我们进来看一下 洗手台 马桶间 这个淫浴间 在这边 我们通过这个卫生间就穿到了第二间小客房 这两间客房的是共用这一个卫生间的 我们走进来来看一下 就是第二间小客房放了一张单人床 房间虽然小 但是处处都非常的精致 你从观察它前面的颜色 报纸的搭配 以及啊它的这个台灯的搭配 还有就是这个房间虽小配置非常齐全 也有它的一个衣帽柜 现在呢这两间房参观完 咱们再回到小花园 带大家继续往下参观 通过上楼梯的地方 咱们往另外一个方向 这边呢就是主建筑的部分了 进入主建筑之前 这里还有第三间客房 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那么这一间客房呢 尺寸上就大了很多了 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套房 然后我们说过 这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 这些内部的装饰 你会看到每个房间 它上面搭配的这些装饰品 极具艺术感色彩的搭配 也特别的好 这个房间非常的大了 然后它还有单独的 这样的一个衣帽间 整个房间空间也比较大 并且呢它是双向 都有这个落地门窗也通透 我们来看一下它配置的卫生间 洗手台 马桶 淋浴间呢 都是应有尽有 好 第三间客房参观完 咱们继续 这里啊是属于门前的 一个长廊一个部分 这里有一个户外休闲区 户外的沙发 那右手边往这边走呢 还有一个户外的用餐区 下面还有艺术感的 马三克瓷砖的装饰 这有个旋转楼梯 通过旋转楼梯呢 是可以上到二楼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露台 现在我们就正式带大家 进室内来参观一下 我们来到室内会发现 整个房间的设计啊 非常有现代感 我们看这一层呢 是开放式的这个空间 客厅 餐厅及厨房 我们会发现呢 它是这种双层挑高的客厅 并且呢双层呢 都是这种落地玻璃门 所以整个空间呢 空间感又好又通透 我们来先看客厅的部分 您看它呢是有用地下 这种马赛克瓷砖来画分了一个区域 咱们现在在的是整个客厅的区域 双面玻璃门 中间呢是沙发 然后有这个电视机 茶几这一些 你会发现整个房子 它的软装搭配的色彩啊 它配的这些吊灯呀 真的是特别有艺术感 客厅参观完继续往前 这个区域的划分呢 这里啊就是餐厅 那么餐厅和客厅的感觉是一样的 餐厅部分呢 它的餐桌呢 是这种巨大的一个 大概能够容纳8到10人就餐的餐桌 餐厅部分继续往前走 就来到了这个房子的厨房 那么我们看整个房子外观的时候 觉得是工业风落的风格 但是我们来参观的时候会发现 它所搭配的这些家具厨房 这些品质方面很注重细节 中间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导台 它的颜色的搭配也非常讲究 天空蓝配黑色的把手 导台这个地方洗手池也有精油 橱柜 这一块呢是整个这个厨房区域的一个操作区 你看从这一边一直到L型的排列 依次有冰箱烤箱 微波炉 这些燃气灶 这里洗碗机 整个的全部都是很新的 非常齐全的一个配置 那这个房子呢 它是全部完成这个装饰 装修 翻修是在2023年 所以你会观察到这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很新 同时这个厨房这边呢 还有一扇门通往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在环绕这个房子一圈呢 有这样一个观景阳台 在呢这个阳台上 你再看周围的环境 你会觉得这个房子简直是室外桃源一样 再回到室内接着讲 这里这个门 你看这种藤边的门 加上这个灰色的特别好看的门 打开以后呢 它是一个餐具储藏空间 好继续往前 那这里是整个一楼的一间客房了 这里是卫生间 这个房间进来带大家参观一下 就我现在还不好判断哪些是主 我因为它剩下要参观的三个房间 都这么漂亮 都这么大 那么这一间房间呢 是这个标准的房间 双人床 可以看到最吸引我们的 就是墙上这个极具艺术感的这个装饰品 这里都是手工做的 所以只有艺术家才会苛刻到 那么严格的一个要求 整个双人大床 然后呢 在这一侧呢 这种手工打造的古仓门 背后是储藏间和衣帽间 这个房子里面 所有的窗帘 家具 抱枕的搭配 都遵循一个色彩的协调性 包括地下的一个地毯 所以这个房子呢 处处很精致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呢 你看强调色彩 这个卫生间呢 墙深绿色 马赛克瓷砖也是绿色 这个瓷砖呢 细节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看不出来吧 就是虽然是工业风 但是它用的这些品质 都是高端的 这个是零一间 那这一间客房 参观完 一楼的房间呢 就带大家参观完 二楼看一看 来到了二楼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 二楼这里有个玻璃廊 玻璃廊呢 连接了两侧 各有一间卧室 那么这个玻璃廊部分呢 这边呢 它设计非常好 是这里做了一个阳台 所以呢 这里落地玻璃窗 做一个阳台 给整个二楼这个 连廊部分的采光非常好 我觉得它设计阳台 房子阳台特别多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处的环境太美了 不用推门 你就能看到外面四周 全是郁郁郁郁的热带森林的这种景观 整个房子就长在天然的这种群山环抱当中 然后我们看完这个连廊部分 还放了一个小小休闲的茶几 有一些装饰品 坐在这儿看风景就很美 我们来看第一间卧室 每一间卧室都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间卧室都有自己的色彩 你看这一间卧室它的一个颜色 它的抱枕的搭配也特别的美 双人床 然后它的优点是左手边右手边 都有这样的一个采光玻璃门窗 那么这边呢也是同样也是这种 五叉门的这种门背后是衣帽柜 那这个颜色呢是刷成了这种灰灰色 这个房子这里还有一个小阳台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到这个阳台 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旋转楼梯上来的那个部分 就是这个二楼的一个观景平台 这里楼上部分还有遮阳棚 那这个阳台呢 其实我特别特别想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 看一看它看出去的景色有多美 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卫生间的配置 跟其他房间一样一样的精致 只是它的细节就是做到 马赛克的颜色跟这个古畅门的颜色是一样的 好我们这个参观完继续穿过连郎 看另外一间 这一间呢我现在发现 它终于可以把它认定为是主卧了 这一间因为我觉得是景色最美的一间 这一间房间我们走进来 会发现它又有不一样的这个背景墙的一个装饰了 这里两边床头两边有这种采光窗 那么这个宾艳然两侧也有这样的一个采光窗 那么这个衣柜门也不太一样了 它是这种隔山风格的 我们最重要的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它这边的连接阳台的这一面 我觉得大家通过镜头是不是能够看到 就在这一间卧室里你所能看到的这个景色 它还能看到自家庭院的景观 一会儿带大家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卫生间 那这个房间呢这里多了一颗电视机 看出来还真的是足够了 那这个卫生间呢也是跟其他几个卫生间不一样的是 它多了一个独立的浴缸 然后这里是双洗手台 同时呢它的马桶间和卫生间上面加着这个窗户 看出去的景色特别特别的美 参观完楼上的这个房间呢 咱们这个六个房间就参观完了 接下来带大家去庭院看一看 从客厅呢推门出来 就来到了这个庭院 整个庭院面积也非常的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准的泳池 泳池的尺寸呢是三成十米 泳池的一侧呢放置了这个休闲躺椅啊 户外的一个沙发 然后我们再一开头就跟大家介绍过 在自家的庭院这边呢 就是可以正面看到普吉大佛 所以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好 同时这个庭院的侧面这里呢 还有自家的小花园 有种的非常漂亮的这种三角梅 底下的这个草坪 处处都非常的精致 整个庭院的一角 还有这样的休闲躺椅 庭院参观碗呢 这套别墅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这个别墅我认为它最大最大的优点是 它所在的自然环境 托文门被群山环绕 自家庭院看到大佛景观 非常的安静 苗语花香 门前的路有特别的宽敞 再一个它的位置呢 距离主流只有三分钟 在这样一个闹钟取静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这么占地780平方的 现代化别墅非常的难得 同时呢 它的设计感非常好 六个房间 这个房子买下来呢 不管是自己住或者是做民宿呢 都有它的独特的优势 那这个房子的售价呢 是3900万态铢 如果有喜欢这个房子的伙伴们 尽快地跟我们联系 我们认为它有极高的投资价值